Hello 大家好 我是旺旺又见面咯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shopping haul啊 分享一下最近我买了什么样的产品 有美妆类的 有这个斯富兰的 有Sax Fever Avenue 然后还有在Nostrum周年庆的时候 收的几项产品 我把fashion类的放到最后啊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还能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以美妆为主啊 斯拉伯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啊 先说这几样吧 我买了一个蓝蔻的 叫Clarific Pro Solution Brightening Serum 那蓝蔻这一个呢 就是它长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一块啊 它并不是非常的贵啊 80多美金吧这样子 我是在前段时间 Sax有那一个15% off的时候 我又买了 OK这个是这一个精华 很透的水 30毫升啊 正常的这一个精华的量 用过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啊 他们家的那一个essence 我非常非常喜欢 同一系列的 OK 然后呢 我又买一瓶这一个lotion 那我现在用的这一个 Dermalogica这一个啊 我马上就差不多就用完了 就剩底下这一点点了啊 这个lotion 我夏天是非常喜欢lotion的 就乳液 就是白天用的时候就比较 没有那么多负担上妆啊 或者是混油性肌肤出油啊 但是呢 又烧烧的给你增加一些紧致感啊 或者是滋润度够 足够我去用的话 我比较喜欢是lotion啊 就是白天去用这样子的 那我有买这一个 Cisley Cisley他们家的这一个 Phytoblank系列 lotion啊 这是他的这一个 Brightening Hydrating Lotion 150毫升 就是这一系列啊 那Cisley他们家的东西是没有便宜的 然后就是看 有的就是好用 我会去买 有的就是想要试一下 像他们家的这一个晚霜 我自己比较喜欢啊 日霜我觉得稍微有点油腻感啊 就是霜类的cream 我觉得晚霜比较喜欢他们家的晚霜 我现在也用到他们家的晚霜这样子的 OK 这是这一个 我不喜欢他们家顶级系列的那一个lotion 我之前有买过 大家可以搜一下 我之前的一个土 去年的某一个吐槽视频当中 就是他最顶级的那一个贵得要使的 那一系列的lotion 狂过敏 狂过敏啊 这一系列 然后我觉得是fine 因为我有用过他们家的这个cream OK 这个是这一个lotion 用过之后再给大家说这一个 感想啊 那下面这个呢 我已经用了啊 这个是亚诗兰黛他们家的 Ultimate Diamond Eye Cream 这个说说实话 我自己蛮喜欢的 为什么就是我 就是差不多价位这个来说的话 有260左右或者300美金左右 这样的eye cream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最好用的 就是既有滋润力又有提升感的 紧致度的 帮你真的真的在消除肝 但是这一个呢 我有用过几次 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有点稀 那是我用过的这个抗咒 anti-aging的这个luxurious的eye cream当中 比较怎么说呢 稀一点的比较sheer一点的 不该这么说 有一点像essence plus cream 这种感觉的质地 非常地舒服 然后也会有那种消除肝味的感觉 很薄 不会给你那种黏腻感 那这点我自己还是蛮佩服的 亚诗兰黛的这一系列啊 已经打开用了啊 然后呢我有收这一个 这个其实我收的挺无语的啊 但是当时在那个satisfy value上面 就想收一下 十条新出的这个防晒霜 30倍的这一个 不是30倍 50倍的防晒 30毫升的产品啊 我就在想防晒霜 其实 就是想要试一下了 没有其他的这一个 没有其他的这一个想法 就是想要试一下啊 没有期待它能给我多少作用 但是就是想试一下而已 想试一款新的防晒这样子 就是这一个 然后 我有买三个Chanel的唇彩 我不知道我在其他的上妆日记当中 有没有提过这三个啊 但是这三个颜色 是我新买的三个颜色 第一个颜色呢 就是我回购回来的一个颜色 728号 它是有一点这种peach pink 里面带goldenchamer这种的 ok 我再给大家试一下吧 我记得我好像有说过 但是 试色好像不会看出太多 但是 ok 有一点peach pink 这种tone在里面 里面是goldenchamer啊 ok 这个是这个颜色 下面这个两个颜色 我跟大家说 喜欢 如果喜欢像万万脸上这种妆容 比较偏成熟一点的 这一个色tone的话啊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你必守 一定要守的 如果你喜欢Chanel唇彩的质感的话 你一定要守这两个颜色 太漂亮了 它不像在管 这个tube里面看上去这么土 上了嘴唇非常有质感 ok 这个颜色呢是119号 119号啊 它们家都是大的豆腐特的 现在不是之前的小的 ok 这是119号 真的很好看 它有点movey色彤在里面 有一点点像 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一个美宝莲的那一款 啊 比较像那一个 但是区别在于 它给你的这种 是一种 shimmery nude 那一种感觉 那 美宝莲那个要slippery一些 要水油一些 但美宝莲 没有太多的集中感 就是嘟嘟唇 往外扩 这样子的感觉啊 所以还是有区别在的 而且Chanel我是很喜欢他们家的唇彩 很喜欢 ok 然后这个是724号 这个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我是看Chanel的那个官方网站 就是official的那一个官网 Chanel自己的官网 我是上去 我是上那个官网要去那一个 买它的那一个 呃 视频类的 然后呢正好在逛这个 beauty这一栏的时候 我就看到它有一个上妆 然后它用的就是这个颜色 而且上的是 一个亚洲的模特的 这一个嘴唇 所以哇 当下就赶紧记下来 然后就去买了这个颜色 而且我在North Drum官网的时候 我还看它断货 然后那天我去Sax Fair Value 店里逛的时候 有这个颜色 ok 在这里 大家拿去不用谢这个颜色 非常好看 超级好看 超级好看 呃 我我觉得啊 Chanel他们家裸色系的 就是beige tone的 做的并不是那么好 啊 我之前有买过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 这种特殊的颜色 和偏粉色系的 呃 唇彩 我觉得做的相对 要比beige tone的要好一些 个人而言啊 我觉得颜色 呃 整体的感觉 beige tone beige nude 系列的颜色 我觉得稍微差一些 口红的 在 但是唇彩并不是我想要的 那种感觉啊 我比较喜欢他们家粉色系的 就是 就这种粉色系的 有的比这个颜色还要浅 还要浅的颜色 你也可以去收这样子 尤其是皮肤比较白一点的朋友啊 这是Chanel的三个唇彩 在这里 嗯 然后 这个咱们说一下好了 这个是soap and glory 大家有多久没有听到 我提这个牌子的名字了 我好久没有买他们家的东西了啊 这个super and glory 他们家的peach系列 这个是peach please body butter 大家知道夏天peach oh my gosh 拒绝 但是这个 说实话 味道有点难问 它里面是peach香精的味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种跳跳糖 有吃过吗 小时候80后 我在这里 小时候吃那种跳跳糖 小包装的往嘴里面倒的蹦蹦的那种感觉的 有peach味 就有点那个糖的那个 就是没有进嘴里面 在袋子里闻的那个香精的味道 就是那种那种味道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 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啊 就是那种味道在很冲头那种感觉 闻的时候啊 吃的时候是很开心啊 因为是糖小时候 现在让我吃我应该是吃不下去啊 然后 就那种味道 叫冲头 有那种廉价的 香精的 粉味 真的有 很冲头 挺失望的啊 幸亏我没有买它一整系列的 我就只买了一个butter 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bodybutter 就是 然后 Nostrum Nostrum周年庆呢 当然就是买一些合适的 可以备用的backup的这种产品啊 第一个就是兰蔻的卸妆液 必备 收到兰蔻的西装液 咱们就直接做个底下 这也是我最近新收的 ok ELF的skin系列 我跟大家说你不要去买这个了 我有 我有听到各种声音 它多多多多好用 多多多那个 就完全是兰蔻的这个替代片 你可以看到 ok水油分离的这种的 然后给它晃晃晃混到一起 它系的太差劲了 说实话我在target买的11块9毛9 不便宜 还不如去买日本的那个品牌 8块多 前段时间亚马逊的那个beauty event 会员日的时候 它的那一个bifesta 对吧 那个才多钱 不到10美金 8块多 还有6块多 我忘记了啊 能买两瓶这个奖金 ELF's game no 我要买他们的这一个 这个一直在我的wishlist里面 我也是想收那个bobby brown的那一个眼影的 那我看我朋友跟我那个试色 我就觉得颜色太淡了 不太适合我 所以我就没有收那个 这是YCL的这个lash clash的这一对 这一对才30多美金 ok 然后再就是这一个sleep他们家的这一个 头绳 这一系列 我太喜欢这一 最上面是个白色的 我不太喜欢啊 然后其他的颜色是ok的 还有一个就是好多白色的 我就没有收那一个 然后sleep这个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是我用过的 我不是强推大家啊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很贵的一个 这个炸头盒的产品啊 但我想说的是 就是它真的真的就很痴 就是用的是 我用过的头绳里面最久的 目前为止 我上一次买的还没有断过 除了丢了两个之外 不知道丢哪了 大家知道 但是 还是可以入手的 ok 那这个是nostrum的beauty 然后呢再就是斯芙兰 我刚刚收到的这一箱啊 然后我会带做一个上妆测评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可以凑成一张脸了啊 第一个呢是bobby brown的这一个 叫vitamin enriched skin tint 这个呢是spf值15 然后我买的四号呢是light3 做测评这样子的 ok 这个是bobby brown这一个 然后呢我又买rarebeauty rarebeauty新出的这几样产品 第一个是他们家的眉笔 叫什么 眉笔是哪个 长成一个样子 brow harmony precision pencil 我买的是dark brown 然后因为我现在用的to face那个眉笔 马上就用完了 所以我就可以再换一个新的包装 很沉啊 很有质感的一个包装 长的这个样子 然后是这种细的笔心 不是细的笔心 就有点sleep 但是有点斜 不该怎么说了 总之 就这样子的 诶 它是拧上来拧不回去那种 所以大家 要小心一点点 不要拧拧拧 诶 拧不回来了 okay rarebeauty的这一个 eye shadow stick 我最近爱上eye shadow stick 但是我不喜欢laura merseille的 大家可以使劲拍我 我知道laura merseille有多多好 但是我不喜欢laura merseille的 好 然后就是rarebeauty的 我买了两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 Let me see see contentment 给大家试到这里吧 给大家试到这里吧 这个颜色 嗯 有一点像那个 呃 这种 brown copper 带点红色铜在里面 感觉要化掉的感觉 OK 就是这一个颜色 然后另外这个颜色是well being 是一个shimmery的颜色 两个都是shimmery的 但是这个是有点偏粉 这种 ok 没有太特殊的感觉啊 希望它很持久了 不便宜啊 我觉得稍微有点贵啊 这一个22美金 我觉得稍微有点贵 跟他们家其他的产品相比的话 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 捞钱的那个feel在里面啊 然后呢 我有买ami chloe 还是coly 还是coly 他们家的这个 skin melt loose powder 这个是 呃 那个叫谁在这 哎呦 我忘记了那个美妆国主 我最近脑子很很犯昏了啊 然后他狂推这个 他说这个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而且他说要back in stock的话 就一度断货啊 back in stock 他要买个 这个 怎么说呢 呃 后背的 ok 还有这样子的包装 然后里面是这样的 哎 他说我们一块做这个上妆 再说 有没有那么神奇了 ok 这个我要留着 一旦不好用 我要给它退掉 ok 然后这个就是这一个啊 这个叫什么牌子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吗 好像是Gwen Stephanie的牌子啊 他们的牌子我从来没有买过 然后这个叫check my glow highlighter 我多久没有买highlighter大家 好久了 应该是半年没有买highlighter 我太佩服我自个儿了 我是说那种 就是highlighter的highlighter 不是那种blush那种感觉的啊 这个呢也是就是我被大家安利了啊 这是这样子的 一个棋盘 他唱那个歌曲叫什么来着 里面的衣服就是这种的 里面的衣服就是这种的 有点像physicians Formula那一款 有点像physicians Formula那一款 小砖块啊 那种感觉 哦 很细腻啊 没有太多的粉质感 有点水光感在 很细腻 但是他有一点pearly那种感觉的 那physicians Formula那个 就感觉比较mere 比较bang那种的 OK 这个呢稍微有一点细腻感 而且里面这个粉色 有点pearly 有点skinlike那种 就有点melt in到你的skin上那种 OK 这个还蛮不错的 包装我也蛮喜欢的 但这个牌子怎么多啊 多了 OK 然后最后一个我在斯芬兰 不对 不是最后一个 倒数第二个在斯芬兰收的 就是季凡希他们家这个腮红啊 终于有颜色出了 新的颜色出来了啊 这个是他们家 Full Color Lose Powder Blush 我买的色号是 Organza Cine 我买到了 有那种四号色啊 这种 好可爱的包装 包装好可爱 包装好可爱 然后里面也是一个这种 小粉铺这样子 你也可以用刷子 或干嘛的 倒在这个小盖上 哦 好可爱的 包装 这个包装很可爱 比它那个 跟它那个定妆粉是一样的 包装 刷刷之后再说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了 这是最后一个啊 斯芬兰新出的这一个叫 Soft Matte Easy Lips 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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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倒 Lip Cream 该这么说 然后我买的四号是02号 哦 我看它那一个网上的颜色真的是好好看 真的是好好看 但是就是包装有点太小了 斯芬兰的这个包装有点做得越来越小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产品都在这个刷头上边啊 天气太热了 然后这是它的刷头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颜色好了 哦 哇 Fruity的那种味道 哦 这个颜色好好看啊 我感觉还是液体口红啊 没有觉得有点 哦 可能干掉之后是那种Velvet的感觉 我觉得晕染开比较好看一些 在这里 哦 这个颜色好好看啊 大家 颜色好好看啊 这是好小一只哦 快 好小好小好小一只 OK 以上这些呢就是Beauty的 然后呢我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在这个Nostrum中年轻买的几样Fashion的东西 第一个先说一下我这个身上这件衣服好了 我身上这件衣服呢 我身上这件衣服呢 如果啊大家你喜欢这种款式的话 你一定要去收 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太舒服了 薄到不像画不像画的 就是Sublanded的这个牌子 它是这种的 我应该远一些这样子的 底下有个NOT 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打开 你也可以就是像我这样系起来 然后它后边呢是这种棉布的T-shirt这种质感 然后前面呢有点silky的这种的 所以是两个材质合到一起这种感觉 OK这样子 然后呢 当然每天你要用这一个蒸汽给它喷一下 就就 褶皱立马就开了 像这种衣服当然有褶是很正常的 就是早上起来 把你的这个蒸汽的slimmer 然后放在那边 然后一扫一下 它褶立马就开了 超级轻超级舒服 我很喜欢它这边的这一个设计感 但是它的size太大了 太大了 我身上这件是small 我还觉得有一点大 我想去aptro small 但是aptro small 这个地方凶性率很高 所以aptro small这个地方又有点不太舒服 这样子的 它有其他的颜色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你可以像我一样搭配一个米奇的短裤 然后你可以搭白色的短裤 或者是裤子都可以 上班族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好 超级舒服 白色的稍微有些透 就是我没有买前色的原因 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没有买太多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我这次我自己的要求就是1500以下 那因为我跟我老公买那个皮夹克 跟那一个all think 那一个皮夹克 还有那个外套 就是大概已经600多700这样子 所以其他的我自己也没有买太多 这样子的 OK 哦 这一个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收 这个是verymoda他们家的这一个T恤 然后我买的这一个size是medium medium的 OK 我觉得它的size比较偏小一些 就跟我身上这个不太一样 OK 然后呢 我很喜欢它这个设计 它前面是一种交叉的 我那天有试 我会把照片呢 给它po到instagram上边 它底下是这种的 OK 然后后边呢也是绕过来这样子 它不像是那种有的T恤 就是它只有前边有后边没有 所以它整个的感觉就是很断掉的那样子的 我蛮喜欢这种 OK 我买的是灰色的 非常便宜 很好搭 你可以穿到西装里面 你可以单搭这样子 也可以单穿配影子 都非常好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看 很修身型 OK 很修身型 这个是Vermuda这个 而且很便宜 OK 然后呢 我有买这一件 这一件呢 我当时就有看到啊 它是这种knit 这样子的 带一点弹性 叫什么 rip ripped 还是rip 这种质地的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它是这种鞋的 我也会插一个图片 或者是po一个图片 在instagram 大家可以看一下 穿上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是有点露 这样子的 鞋的这样的感觉啊 然后领子这个地方 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领子是到这儿 所以它露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而不会太往下 就有点 刚刚露锁骨 这个地方 有点小性感出来 那黑色呢 其实挺 挺无聊的一个颜色啊 但是款式设计好的话 真的很好看 我还喜欢它这个设置 它这个是整个 后边就是空的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是一点缝线 在这个地方 我也会po照片上来啊 然后再就是free people free people 他们家的这一个 薄的打底衫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收 如果你喜欢那种打底衫 它很紧啊 就是 就是很显 身形很紧 我最喜欢一点 就是它的胳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款 再看very modern 那一款 就知道它的胳膊 这个地方有多长 那像我这个身高 我是176厘米啊 不穿鞋 176厘米 这有朋友说 看上去你好像很 属于很娇小类型的 一点不娇小啊 我那天看着我朋友说 坐到那里 感觉看起来挺娇小 我都有点被吓到了 跟娇小完全搭不上嘎 完全不是娇小型女生啊 我能顶娇小型女生两个 我觉得应该是 ok 然后这个是这一个 这个你买small就可以了 买这个小号就可以了 它很 它弹性很好 然后我建议大家是手洗啊 我之前买的那个白色的 这个地方就被我洗的 碎掉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那种 如果大家有织毛衣的话 就知道这是勾的 那种线 所以就是 很容易就被挂掉 这样子的 在洗衣机里面 跟其他的产品 跟其他的产品 衣服一块洗的话 ok 这是free people 这一个 打折的时候一定要收了 我自己是 大家知道我穿的一些 红色的那个紧身啊 然后其他的脖子 领子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都是free people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 ok 然后裤子 这条裤子 其实我挺惊艳的啊 这个呢 我买的 我是听那一个 我那个朋友sales 然后他给我推荐的 我才买的 他说哇 你穿这一个 一定很好看 然后这个牌子叫Zella 我没有买过他们家的啊 好像是 我有看是卖yoga服装的那种 这个裤子呢 他腰上这一个是弹力的 大家有看到 弹力这种 呃 我喜欢哪个地方呢 我喜欢他这个地方设置的 这一个猴形 诶 我是那种 H型的身材 就是 没有腰线 就腰线这个地方 我就实际的运动 我才前面才能有一点点这样的 腹肌出来 后面腰线才会出来 否则的话就是直的 不像人家有那种腰线 但是呢 最无语的一点就是 我的胸线又很高 上围又 这个地方又很高 所以 一旦我穿了一个紧身的 整体都是往上 所以整个人都是 爽的 虽然我腿是长 但是上身也太短了 没有所谓的腰线在 所以就是 比例不是很好 我不太喜欢我身材啊 就是这一辈子就靠腿活着了 yes I do I did OK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 他这一个腰线这个位置 然后这样穿的话 上面穿一个 刚才VERIMODA那一个灰色 然后外面套一个 针织衫也好啊 或者是西装也好 都是可以的 我会搭配一下 给他PO一个照片上来 这样子的 我觉得非常好看吧 我跟我老公也买了一双啊 我儿子也买了一双 因为我儿子现在就是 脚的 虽然他只有12岁啊 但是脚的大小已经可以穿 就是男款正装的这个鞋子 最小的那个size OK 这个牌子叫ON 对吧 这个 这个呢我之前有买一个白色的 那 跑到最后就是 跑到前面这个位置 这个网状这个地方都已经碎掉了 所以当时我就想回购一个 回购一个那天我去的时候 然后我朋友说 他有一个新款出现 就是这个新款是透明网布的 大家可以看他前面这个 你可以看到我手指吧 是网布的 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这种 所以就觉得袜子什么样的颜色都会透出来 但是如果我穿那种灰色的袜子 或者白色的袜子 其实是fine 我那天有大收特收啊 然后我 我就是 没有觉得就是有太多值得买的东西 我看很多美妆博主式的 就是我已经没有欲望去看了 我觉得看上去不是很好看 虽然我买的这些 有的朋友也可能说 我也没有觉得很好看呢 对就是分享一下 我要买这些不好看的衣服 分享几个而已 OK 好了大家 拉近一点点 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啊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篇美妆日记 购物分享的话 就多多点赞一下 期待一下今天的 不是今天的 下一个美妆日记的 新品测评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咯 不要忘记多多点赞 多多订阅有新来的朋友 拜拜